我們歡迎到大專組的第二名 是我們雲林科技大學的 創意生活設計系的家學 我想問創意生活是多創意 對不對 這在做什麼 我已經有在科技大學裡面產品跟工具 然後就是要整合 這三個都要繪 在外的那個戲有沒有 就是什麼都要繪 那就是這組作品是彩密去 想要請你來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我的主題是有蜜蜂消失的議題 就是因為現在世界上有大量蜜蜂正在消失 然後我這邊就有舉出一些會讓蜜蜂消失的原因 比如說 我看一下喔 這邊 這邊是農藥 然後殺蟲劑 然後這個是蜜蜂天敵 等一下再說 然後這邊是都市化 然後還有基因改造作物 還有化學肥料 就是這些會讓蜜蜂死亡之類的 然後呢天敵的話是蜻蜓蟄 然後還有湖蜂 然後還有蜂蜂 就是蜂蜂它是會吸蜜蜂的血 然後讓它死掉 然後還有蜥蜴還有蜘蛛 然後呢遊戲方法的話就是 可以二到六個人玩 就是每個人選一隻蜜蜂 然後就把它放在相同顏色的蜂蜂 然後就從這邊開始 比如說現在有兩個人玩 然後 然後呢就塞塞子前進 然後我先假裝塞 然後就塞到 走到花的話 你就可以採花蜜 然後如果你走到這些 就會死掉 它就要把花蜜放回去 喔就不能採 然後對 然後再來就是 採到這個天底的話 它就要躲到最近的蜂窩 就是它要後退 喔 退到最近的蜂窩 然後你要遇到下一個花蜜 你才可以再採 然後就這樣子走一圈 然後走到原本 你的蜂窩就贏了 喔 就看誰可以吃到很多花蜜 沒有只有一個 喔只有一個 對就是 如果你到這裡 還是吃不到 都沒有的話 還是要再繼續走 喔 這個無限輪迴的一個遊戲 可是蠻快就結束了 喔 我覺得很有意義耶 因為就是我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蜻蜓會欺負利封 就是比較大隻動物 一切都會吃 對啊 原來 那我想問為什麼會做這個作品 是比如說跟蜜蜂有什麼遠遠嗎 沒有 這也是學校這時候做的作品 然後那時候是在想 就是有什麼議題是大家都不太知道 因為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做的時候我就會去查一點資料 然後自己都會知道這些資質 哇 很酷耶我覺得 那我想問說在做的時候啊 有什麼樣就是遇到什麼困難嗎 或是有什麼很開心很感動的地方 困難我覺得是磨磨頭 因為其實我這個是雷切子 但是我還是有些黑黑的邊邊沒有磨掉 但我已經磨很久 所以他一直用沙子一直掛著 而且這個鋸齒很難磨 所以我就磨了有點久 那手還好嗎 手還可以 手後面就是打開都是傷痕 我覺得是一個很 就是很有意義的一個作品 然後就是也可以感受到你很滿意這樣 然後想請問說就是為什麼會參加我們磨頭玩具競賽 就是學校有貼的太棒了 然後又好看到就想說把這個重點拿來參加 哇以後我要貼十張了 哈哈哈哈 謝謝你有看到我們 然後今天參加比賽看到這麼多的那個大內高手 沒有什麼樣的就是衝擊或是啟發嗎 看到小朋友啊或是領導的人 然後我們就小孩來玩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然後我有去玩美人 然後有一個社會組織 然後很好玩 然後他有什麼獎 哇以後可以交流一下 看看我們可以辦個榮樂會這樣 嗯那想跟就是 就是恭喜你得到第二名 那得到獎項後有什麼樣的感言 或是想要立志怎麼樣嗎 感言 嗯 謝謝 謝謝媽媽給我欠他去買整些材料 哈哈 希望可以湊這些 然後再給我們家的小朋友玩 這樣 很棒耶 我覺得這個很孝順的一個參賽者 對然後就是要跟大家還有跟你分享說 因為我們木頭玩具比賽已經舉辦第五年了 明年也會繼續舉辦 然後就想要請你呢 就是推薦給明年的大家一起來認識 木頭玩具有多好 用一句話來介紹 這就是顏色很好看 然後 又很香 這是玩一玩 可以拿起來的木頭 大家都很想玩回去 這真的很香 這真的很香 這是什麼木頭啊 日本塊 哇 高級木頭 那多細一點 很謝謝你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嗎 沒有 對就看你有沒有什麼沒有也沒關係 我們就拜拜 對 歡迎大家一起來認識蜜蜂哦 一起來保護我們的環境 謝謝同學 謝謝